你虽然这个刚刚裸退 但是你毕竟也是在国民党发言体系待了很久 尤其是这次的选举 你一定知道一些事情 可是我想问你第一件事情是 到底国民党内对于郭台铭的态度是什么东西 从你的案例看起来 好像不能骂郭台铭 郭台铭是一个这个需要呵护的对象 可是风传媒来看看 风传媒你总不要说是绿媒见缝插针 风传媒的报道 国民党内近期赴美回国者 多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美方对郭台铭参选总统一事 并不乐见 主要的理由是 郭台铭在中国有许多投资 这与美方抗中的大战略方向不符 而且呢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威斯康星州的加拉格尔 而五年前洪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票 让加拉格尔对郭台铭无好感 他一出来讲说我就是力挺侯友宜的 我觉得他是在干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什么刘坤礼啊 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谢点灵的人啊 江湖传闻 有一些状况 那我讲真的啦 郭台铭该不会太批 当然该批呀 郭台铭现在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而且前两个礼拜 我记得他们有个媒体参讯嘛 大家知道 据说在里面 郭台铭非常亲近郭台铭的人士 他就讲说 郭台铭这次参选的决心 跟四年前一样 我就想说跟四年前一样 四年前并不高 四年前后来是怎样 这个提名韩国瑜我后来不开心 然后我就搞到这个国民党 跟你鱼死网破 所以现在跟四年前一样 大家知道意思吗 就是说我一样不会选啦 可是我会先搞到 跟国民党鱼死网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郭台铭自己 我前面讲他什么 我说他是政治界的乃哥嘛 大家知道乃哥是什么狗吗 这是四年前讲的 你确定不怕被乃哥告吗 那我们知道乃哥是这个 生懒的对不对 但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比喻 就是乃哥就是输了 就会不愣会生气 输不起嘛 你早上进老尊贤嘛 好结果我讲政治界哪一个 有错耶拜托 好那如果有错 那我现在换一个说法好不好 郭台铭是政治界的这个方唐靖 好不好 我又跳进来 我跳出来 我现在要选 我现在不选对不对 前一天说这个 我心尝到中华民国 所以我会这个支持后一天 后一天就开始 不开心了对不对 要这个什么 主流民意大联盟 所以我讲真的 郭台铭他自己会面对 第一个就是诚信的问题嘛 那这个是事实啊 这个是民众有感觉的啊 把他讲出来 请问有什么错 难道你是 我又不是对不对 我的猪力伦 我要有高度 我觉得你很拼不掉 可能跟猴伴很合哦 我帮你喊个话 秦老师 我知道你很为难 找了半天 手上没有一个 敢骂柯文哲 敢骂郭台铭的咖 就一个黄指责 一直跟你在旁边混 指责也累了 肖继言 敢骂郭台铭 敢骂柯文哲 猴伴发言人 要不要考虑扩编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要扩编 但找不到人 肖继言啊 我帮你喊话啊 这样会变成朱立伦情何疑 没办法啊 没办法啊 但现在国民党的状况就是 你看心中无党格 就是合体柯文哲 党继不严民 就是同框郭台铭 你这个 你党继不严民 同框郭台铭 拜托 国民党发言人去批评 这个郭台铭 这个下风投令 徐耀昌在台上说 他这个下架国民党 我都没看到 请考忌会去调查 我没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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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说是口误 我就在帮他想理由 一定说是口误啊 结果主意说 这个口误 这个我们会再请考忌会去了解 结果昨天徐耀昌爆发 你居然说我是口误 没有 我是讲真的 我是内心不爽 这下不上帮他凹什么 心有所感 没有没有听到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你现在有两个处理的标准 你面对徐耀昌 现在国民党的党员 自己都在看 那一天晚上 自己我们党代表的群组 全部都在骂 讲说党中央在干嘛 这个时候考忌会一定要处理 不然人家看不起国民党 现在你就两个参考标准 一个就是学邻经节 你好歹把徐耀昌叫来 严厉的口头警告 你连这个做都没有做 那第二个呢 你就参考肖静言 你就对徐耀昌下风口令 反正徐耀昌现在是前县长 他没有县长可以吃 他也没有发言人可以吃 徐耀昌可以提案过关 因为我已经教他了 他想说我是下嫁国民党 我要嫁给国民党 字幕打错 哦哦 嫁是那个嫁过去这样 结婚那个嫁 对对对 字幕打错而已 昨天南投那个副议长 对不对潘依权 他说什么 哦 侯友宜如果当选 我要吃素 拜托 通常我们发愿是怎样 哦 如果我考上什么 如果我怎么样 吃素一年了 对 我吃素一年 还是一个月不吃牛肉 吃素一辈子 所以这个副议长肯定 他是在反串 他真的挺侯友宜挺到说 他要吃素啊 希望发愿国民党一定会当选 不是这样子吧 现在大家在看你是不是双重标准嘛 你不能说 哎 肖静人连个咖都不是 人家是前县长 副议长 议长 你不敢拿人家怎样 那人家只会觉得说 你就是让人家软土生爵嘛 你就是被这些地方派系 吃死死绑死死的嘛 那一天 侯友宜去日本的时候 媒体突然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哎 最近听说这个 这些地方派系 挺郭台铭 是因为要争取不分区 我想说这什么逻辑 郭台铭又没有主党 郭台铭谁在或不分区啊 后来我才听懂他们的意思 我去问了一下 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 做事要支持郭台铭 是要逼党中央来跟他们谈 我用不分区的职位 跟你们家人换 让你们家人可以排进来不分区 我们就要回归支持国民党了 这人这么现实 所以大家现在都要看 朱立伦怎么做这件事情嘛 你党技一步踩出来 郭台铭就是一直站在这个灰色地带 党员这个行为规范 每一年都有啊 你在讲每一年都有 问题是今年的状况 跟过去一样吗 不一样嘛 你不随之去调整去修正的话 这些人就是一直踩在灰色地带 郭台铭就是一直这样子 领吃国民党 一路领吃你 九月桃开始连署 是因为我就算最后说不选 国民党还选得下去吗 你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还做得成吗 对 我觉得萧敬言的最后活路 真的是近侯伴 真的是因为调子很符合侯伴 本来就是嘛 你国民党什么烂党啊 讲下架国民党 可以假装没听到 然后骂你的对手 就把人家开除 这到底什么烂党